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西口蒋家龙门千层饼店的经理蒋定君在这里也已经生活了四十多年 他至今还在继承祖业经营着一种有着上百年历史的特色小吃 千层饼 夏日的早晨 西边微风袭袭 西口的老居民们都喜欢坐在这里乘凉 每天上午七点多 蒋定君都要定时拉开去闪拉链门 他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在这个专用的烤炉里生活 因为只有用炭火烘烤制成的千层饼入口才能松脆香甜 西流汇迹的西口是蒋定君生活了四十多年的故土 这里有着久远的历史 就在一千多年前 西口开始大兴图木而建村 不久 这里人口就已逼近八千居重 后来成为四名山区经济和文化的重要辐射点 自然 灵性的西口不乏山水之妙 西口呢 它这个地方呢 基本上是一个山区半山区 所以山多水情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自然风景区 山清水秀的景观自然会引来各方宾客 而口味独特的千层饼也渐渐的被游客们口口相传 如今成为西口的三大特产之一 这种小吃的创始人王毛龙从1878年就开始制作 手艺后来一直在西口相传 在如今的西口街头上 经营千层饼的阵徒很多 三十多年前 高中刚毕业的蒋定君 到西口供销社当学徒的时候 就开始学做千层饼了 我姻父原来是供销社下面有一个中和盟支部嘛 中和盟支部里面就是有一个做切顿饼的嘛 这个切顿饼嘛 当然是说 因为当时局期对我的意思 我一个一家 当时过去的也没有 只有这一家 十七岁 高中兵饼的时候就说 我就说 我 就说 我拜我的姨父嘛 就说 拜姨父为师父嘛 学做这个切顿饼 而就在学做千层饼的第二年 人小逐一大的蒋定君就自己出来 办了一家龙门千层饼店 后来生意逐渐步入正轨 蒋定君的饼店位于西口镇的五岭路西段 而就在这不远处有一个名叫玉泰盐铺的建筑 这个房子在西口延西的建筑群中并不起眼 但是它却有着不同寻常的历史背景 公元1887年10月31日 与蒋定君同为蒋姓 而后来对中国历史有过重大影响的蒋介石 就出生在这里 从这张拍摄于四十年代的老照片中 我们还能推断出西口往日的秀丽 蒋姓在这里共有三千多人 而蒋家发迹是自蒋介石的祖父蒋思迁 到十九世纪末夜 蒋家在这里居住已有数百年之久 蒋思迁是西口蒋姓二十六世孙 他拥有五五竹林和一小块稻田 后来他在西口中心开设了一家玉泰盐铺 蒋姓最早的老祖宗 去他们实际记者是周公的第三子 叫布林 布林就分在河南一个地方叫江 建立了一个国家叫江国 他的姓就是这样子来的 到了汉朝东汉的时候 一个祖宗叫江城 从河南迁居到江苏的宜兴 他的墳墓现在还在那里 蒋介石的街区看过 以后从武带从宜兴 转到泰州 泰州再转到宁波 宁波那个人叫士兵 从宁波再转到凤化再转到西口 就这么一个线路 那么蒋介石西口的第一的祖宗 叫蒋世杰 是元朝起的西口的 那么从蒋世杰算起来 蒋介石是二十八世 这是一九四九年三月 蒋介石与他家族亲友们的一张合影 而对于自己的家谱 他向来是非常看重的 西口山水灵秀 轻轻的溪流千回百转 可谁也没有想到 这里的山水竟然与现代中国的历史风云 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着非常深刻的家乡之念 故里山水在每个人的心中 都刻下了最深的印记 与最固执恒久的眷恋 对于自己的家乡 无论是作为平民百姓的蒋定军 还是曾经的风云人物蒋介石 恐怕他们都有着同样的情怀 尽管蒋介石后来是被历史所抛弃 但是对于家乡西口 还是有着非同一般的亲密感情 这种亲密和情感 可以说也是贯穿了他的一生 而蒋定军也有着自己热爱家乡的方式 他从十七岁开始当学徒 学做千层饼 那么三十多年来 在小小的千层饼上 是做足了创新的文章 1991年 他第一个为千层饼注册了 西口牌商标 而2000年 他第一个研制出了芋头千层饼 并且在2004年 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 小小的千层饼 也让西口更加声名远扬了 有人说 西口千层饼的声名远扬 其中也有蒋介石的一份功劳 当然 许多历史今天已无法考证 据说当年蒋介石常年在外 很想念家乡的这种特产 曾特别让人为它考制 并不断请人品尝 这种小饼 因而名其欲赦 最后竟被誉为 天下第一饼 不过 蒋定君当年在创业 学做千层饼的时候 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其中 遇到的第一个难题 就是原材料的采购 刚刚做千层饼的时候 这个原料是很精巧的 做面粉啊 油啊 糖啊 都是有脊温的 就是外面实际上是不好卖 就是我们通过其他 去到外面去 进货进来吧 就这样是 千层饼的主要原料 有面粉 芋头粉 白糖 金盐 植物油 芝麻仁 和台菜等 做法是 先把芋头粉和面粉 和在一起 加上海藻 擀成薄片 再折起来 用炭火烘烤制成 入口松脆香甜 三十多年来 蒋定君 与这个小小的青层饼 结下了不解之远 这个土生土长的西口人 很会动脑筋 他摸索着改进了饼的加工方法 还创新了多种味道 做出的千层饼口味独特 对蒋定君来说 几十年来 一直亲近着西口的山川草木 这块土地让他感怀 也让他畅想 来到西口古镇 迎面就是高大雄伟的武岭门 穿过这里 眼前 豁然开朗 原来 古镇也很广阔 而且 这些小小的建筑 都带着浓浓的江南风情 而文昌阁 在这些建筑中 最为夺眼 文昌阁原来是清朝的雍征九点造的一个房子 这个地方是西口最好的一个区位 它一变的是山 悬崖下面是水 正好处在阮溪与武塞的交集处 是那么松起的一个山丁 所以非常漂亮一个地方 那么清朝的时候 那是作为王仁学士 毁翁的地方 所以叫王昌阁 蒋介石已经二十年回乡谈亲 看到这个房子很破败 那么他就看中这个地方 所以叫他的哥哥经熟 把原来房拆掉 重新造了一个两层的那个房 那么蒋介石就把它取的一个名字叫乐庭 这个是快乐的乐 而且下了一批 乐庭记 是极力再美 这个地方是好 风景之美 因此他这个 从江苏结婚以后 也多次带着宋美玲来住在这个地方 1927年12月 江苏结石和宋美玲 在文昌阁的日子 无疑是值得外人羡慕的 楼上还有钢琴一架 是当年宋美玲所用 曾几何时 文昌阁 琴瑟和名 悠扬婉转 在这个高居山巅的小楼里 远看青山环抱 俯瞰流水缠缠的山西迎面而来 文昌阁下 汕水回旋 青壁见底 潭边悬崖石壁间 有座小巧精美的拱桥 可供赏景垂钓 名叫漆水桥 只说 当年蒋送沉魂不久 来西口小柱 闲暇之雨 尝到西边散步 当然 宋美玲在西口的生活 不只是文昌阁 他自然也去蒋介石的老家 封浩房 1895年 蒋父病故 十岁的蒋介石 分得封浩房的三间组房 他原来只是一座 寻常的浙东民居 蒋介石生命显赫之后 于1935年 对封浩房进行了扩建 大小房间 骤增到49间 这里楼悬相依 没住者壁 然而 蒋介石想过大家族市 安逸宁静生活的愿望 被日军飞机的炸弹 彻底打碎 在抗争时期 日本飞机的西口 进了13次的轰炸 那个时候 西口好多人家都挖入防空洞 小型的 小的防空洞 因为当时作为中国第一家庭 就是老家 蒋介石老家 风好房 这里 就是在西北角 这里一个西北角 花园里 也挖入一个防空洞 防空洞 只能等一到两个人可以登下 需要需要的防空洞 在1949点的12月12日 那一天午后 六架日本飞机 从正海口起飞 到西口轰炸 当时的目标 就是蒋介石的故居 冯号房 和蒋介石的别墅 王川阁 所以王川阁炸毁了 蒋介石的冯号房也中待 死了好几个人 她的长房 她的一个丫头 她的一个家庭教师 蒋介石的家庭教师 都死了三四个人 那个时候警报响起以后 蒋介石原配毛富美 就赶紧往这条小路 后路 这是后门 封号房的后门跑 跑到后门以后 一想到家里的房门没带上 所以这个老太太又跑回来 为了家里拐门 然后第二次出去的时候 刚好一个炸弹落下来 把墙炸倒 然后压死 毛富美 到时候蒋介石里是有记者 他就说毛巳的什么地方 姓蒜的那一家墙倒了 压死的 他现在美国开放的 有这个记者 那么蒋介石 是得到了休息以后 日夜监寻 日夜监城 从江西改来崩伤 那到日很悲痛了 人家看到的人说 你下了车以后 到他母亲停留的地方 到他母亲停留的地方 见着这个路都不会走了 跌尖撞撞 人家把他 两个人把他残伏进来的 所以他过了几天以后呢 就写了这个 乙血 乙血 四个字 表示的 要发誓 一报母亲的 这个仇恨 所以这个毛巳的 扎死的 在江家里说 也是一个 一件很大的事情 人间正道 不仅仅是沧桑 丰稿房里的庭院 阁楼 还有桂花树 都有着自己的命运 如今 这些老屋 不仅成为了江南民居的 露天博物馆 更是研究民国史 难得的活化史 因为蒋介石先生 是民国元首 他是西口人 他在南京主政期间 经常会西口 有时候扫墓 有时候休息 有时候匕授 有时候下野 到西口迎居 那么蒋介石先生一来呢 民国的大员 都纷纷到西口来 那么许多民国时期的决策 有江南先生在西口做出来了 所以西口跟民国史的关系 非常明显 对全国的所有政 来讲 没有可以与他比的 因此呢 有的民国史学者呢 就称他为民国第一政 就在这样一个 有着浓郁历史氛围的小镇里 蒋定君生在这里 长在这里 如今 他已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 还有两个宝贝女儿 更几何时 蒋姓家族们在西口早已扎下了根 目前 在西口镇 常住的蒋姓者 还有四百多人 虽然这些年 生活水平快速提高 但蒋定君还是很怀念 西口过去江南古镇式的风貌 小桥流水可以依旧 但是古街究竟难以生存 居家生活的情调 被商业的嘈杂所打破 渐渐失去了原始质朴的面目 每当他穿行在狭长而幽深的小巷时 蒋定君还感觉到了 自己心中强烈的怀旧情愫 如今 在西口的大街小巷 以蒋姓冠名的饭庄 店铺层出不穷 蒋姓文化正在扩大它的影响力 甚至在台湾也有了知名度 这一点让蒋定君很为自豪 位于西口镇西郊的蒋姆陵园 沿映于雪豆山之脉 白岩山的松海之中 从刻有蒋姆木道 四柱三门的石牌坊开始 石积而上三百米 有座跨路亭居在道中 蒋介石回想继母 每到这里 必下教而实际不行 已是孝心 人称下教廷 蒋介石生前 不止一次撰文悼念母亲 叙述自己九岁丧父 一母长兄分家之后 一门孤寡 无依无靠 当外界破乳被治的时候 仁慈坚毅的母亲 对外周旋豪强 保护治弱 蒋母灵园的墓炉 名叫慈安 它是蒋世后代子孙 守校居住之地 因为墓中 只安排的慈母 没有严妇 故名慈安 它初建于1923年 到1930年 又进行了扩建 共有平房三状 主屋五间 左边一个两室套间 是蒋介石 回乡扫墓 或下野休息 常住地之一 1936年12月 西安事变后 它在此住了110多天 是在乡居住时间 最长的一次 据当年知情人说 平时蒋介石 总是板着脸 难见笑容 但只要有人 到蒋母目到夜灵 不管大小官员 或平民百姓 他都一视同仁 站在旁边 录着笑脸 再三道谢 在蒋母坟西边下侧 六七十米的地方 也有一块风水宝地 蒋介石曾经要死后 葬在母亲下边 长扮墓龄 伺候永久 蒋先生在南京主政22年 据他主办的西口武林学校记者 他是武林学校长 有29次 那就是说平均一年一次还多 可能还有一漏的 所以这个它来家乡的次数相当多 而且你有几次的停留时间相当长 你比如说西岸之边以后养生 有一八十天 第三次夏夜三个多月 这么长时间在西口 到了这个西口这个地方 就成为他的幕后的指挥中心了 庙高台 自古是雪斗山上 登高揽圣之地和避暑圣地 庙高台之高在于封地 海拔虽然只有三百九十六米 但又于三面植林深渊 群山拜福 显得格外高俊 这里古松高亭 怪石遍地 常年绿荫碧日 芳草丰街 然而这个被人们称为 高台摩天玄空爵的庙高台 多少年来也跃进了人间的沧桑 故乡故土 在生命初始刻下的印痕 以及影响历史进程的人和事 已柔和在这一方山水里 留给后人寻觅和解读 庙高台的位置 蒋介石先生造在西口雪洞山上的一所别墅 这里是一个雪洞山上的一个名声 可以说那是雪洞山上的最好的一个名字 蒋介石九岁到雪洞山上来玩 他就对这个地方有很好的影响 以后他就记得九岁上苗高台 辛西爱子 以后到了1927年 他第一次下业回乡 住在这个雪洞山上的雪洞市 他就经常到这里来看厂 就决定在这里造一个别墅 这个别墅呢 造了27年 那么蒋介石后 每次到家乡里 都要到这个别墅上来住几天 有人说 西口是曾经统治过中国22年的蒋介石王朝的后花园 大概也包括这幢中西河壁的别墅 只是如今日月点春秋 人去楼空 五斜阳 只身去到平台的尽头 平南远眺 远山近鸾 一态万千 扶手探视 平下湖在青蓝飘渺之中 蒋白云的影子躲躲站台 在蒋介石执政的40年代后期 庙高台别墅 一直是他回西口的驻地之一 当时云雾飘渺的庙高台 也一度成为民国风云变幻的一个风暴也 有意无意之间 小小的庙高台成了影响国民党命运的一个中枢 庙高台上云走勿绕 但历史的进程不可逆转 1949年1月 蒋介石引退 在南京紫金山最后拜议过中山林之后 他进杭州回到了凤化西口的老家 庙高台前千丈崖下 故乡的景色如稀 只是 在蒋介石的心头 难免起伏着 嫡系满天下 身边有几人的沧桑 1949年4月25日 是蒋介石涌别西口的一天 当年十一月 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赴四川视察 在人民解放军的笼笼炮声中 蒋介石明白 他最后离开大陆飞往孤岛台湾的时刻 已经到了 此情此景 成有无限江山 别时不易 见义男的感慨 暮色中 蒋介石的专机越过云层 东向台湾飞去 就在1949年 蒋介石兵败推至台湾的时候 西口呢 共有九百多户人家 那么一半以上呢 是蒋姓 当时蒋师父子走的呀 是非常的匆忙 除了蒋家的亲属之外呢 他们还带走了一些像 理发师啊 裁缝 厨师等等人 那么据不完全的统计 当时的西口蒋姓人 先后去台湾的呢 就有四五百人之多 从此这群蒋姓人啊 可以说是骨肉分离 天各一方 蒋定君的父亲 当时呢 作为一名面点师 也是被蒋家人指明 要带到台湾去的 那么就在他跟随着 大队人马在宁波的北伦港 上船准备离岸的时候 忽然啊 他接到了父母疾病诉回的口信 蒋定君的父亲呢 是一名非常孝顺的孩子 那么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 他是立刻下船 急速的回家 原来 蒋定君的爷爷和奶奶 是不愿意和自己的儿子分离 才用这种方式呢 留住了自己的儿子 从而啊 也避免了一场骨肉分离的悲剧发生 从1947年到1951年之间 从大陆撤入台湾的人口 至少有一百五十万人 这是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大迁徙 他们有将军 士兵 还有操着各种地方方言的普通民众 闲暇的时候 蒋定君都会带着自己的女儿 到蒋世宗祠来走走 这里是西口蒋姓的传统公共建筑 是祭祖 庆典 嫁娶和智丧的主要场所 这里供奉着蒋家自原末蒋世杰十祖千居西口的历代祖宗神位 六百多年的家族史再次浓缩 在四五十年代的那场大迁徙中 蒋定君的许多族亲们也去了台湾 那个时候 生死离别在日复一日的上演 成千上万的家庭就这样在历史的转折口分别 以松手就是一辈子 从一九四九年初下野以后 蒋介石的警卫部队改名为 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特务大队 这群多半是浙江籍的所谓的特务 陪伴着蒋介石度过了最失忆的一年 蒋介石很从乡尘 所以在他的墓下有好多他所熟悉的人 包括他的老师 譬如茅思成 董贤光 朱金宋 他的老师 他的同学也有好多 他同学的资历 就是徐国华 徐国华就是他同学的儿子 他也是因为同学的关系 周鸿陶 国民党中央委员 原来的主机长 也是同学的 这一年限了的 那么乡人 包括启口周围的 风华县城的 包括像于基斯大这批人 都是这个风华人 那么特别他的四种设 四种设里面风华人最多 因为家乡人毕竟可信 这个是可观存在 在蒋介石身边的贴身侍从中 大多是浙江人 还有一些是来自西口的江姓人士 民国赛斯年六月 他到浙江 我是去聚集奉教 聚集奉教 他们到浙江来找找好位子 他的位子叫做位子 那个是 这个 他的找好位子 同时这个中国又要十八斤 十八斤跟我们同一世界的 我们家是要找中国又要 也可以 所以我们是 那个是 等于说也有点好像 江其类是 有点勇于个 好像是跟 那是跟江卫尔章不得了的 对不对 那我们就去考位子 常年陪着蒋介石的六十多位侍从们 原本以为几年之后 就可以回到大陆 可谁也没有想到 从青年到白头 他们陪同蒋介石 走过了台湾的生命岁月 这是国民党中浙江籍人的一个河野 其中也不乏凤化西口人 一九四九年前后 照片中的很多人 后来去了台湾 如今 这些去台湾的蒋介石人和他们的后代 每年都要回到浙江凤化西口 任祖归宗 但其实 他们并不是蒋介石的十足 早在明代永历三十七年 有位叫蒋一安的人 跟随郑成功父子在台湾高举一起反清复明 他是去台湾最早的蒋姓人士 被公认为蒋是一台的十足 他去世后就被葬在台湾省彰化市 蒋介石的台湾生活显得比较规律 与夫人宋美玲在士林关底散步 是每天的必修课 对他来说 吃到儿子蒋经国叫人特别做的家乡菜 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从1949年离别溪口到台湾 蒋介石从未断过思乡之情 他在台湾桃园大溪镇 见这里山巒秀丽 满如家乡凤化 便在这里仿照西口建筑式样 造了几排平房常来小住 还把原来地名更改为慈湖 以纪念慈母王夫人 并且指示自己身后暂时安葬于此 要待来日再奉安 到了七十年代 蒋介石自感日落西山 曾经梦回千转的家乡西口 已经遥远无极了 从1949年开始 家乡成了在台湾的蒋氏家族 心中永远的情节 半个多世纪以来 在台湾的蒋氏子孙 无不牵挂期盼着 能够回到家乡去业祖认亲 1993年在时隔了44年之后 蒋介石的长孙蒋孝文的妻子 徐乃锦成为了第一个回到西口老家的蒋氏后人 那么在之后的16年时间里 蒋氏后人们也是陆陆续续的回向业祖 而久居西口的蒋定军迎来了一批又一批 来自海峡对岸的蒋氏家族 他用自家生产的千层饼款待着这些亲朋好友们 而此时一些西口民众也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 以探亲的方式奔走于海峡两岸 同一条根连着海峡两岸的西口和台湾 同一条血脉也牵动着西口和台湾两地的血肉亲情 1984年西口对外开放 此后玉泰盐铺 封稿房 蒋母木道等八处蒋氏故居 成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今天 众多的蒋氏遗迹已成为西口旅游的著名品牌 而且也成了两岸沟通的一个纽带 我们对蒋经国也做了很多工作的 中央不宽三十多万修复了蒋氏的情供 故居 坊墓 也通过各种渠道把这个照片 把这个信息告诉蒋经国 而且你确实也能触动了蒋经国 蒋经国人就说 共产党为家做了好事 这笔钱应该有无能处 江山刘胜记 后人傅登林 在物是人非的感叹中 许多西口民众开始了一次次赴台探亲访友的旅程 在当年赴台的这些老人们眼中 他们感受到了血浓于水的亲情 我妈妈是一旧七旧离去的 这个日子蒋经国 我就带我中旅基金 那我妈妈去了到县光 本来她是申请到美国去的 美国手术都搬好了 到北京那边大事故里 搬去着 去着搬好了以后 我到了县光 所以没有几天就直接就带我去了 没到美国 那去了以后 我妈妈就带了我的女儿 到蒋维国地方 每年半年去 半年去 这是蒋经国不能自己出门了 因为明星当了 他们很乱很乱 不能出门了 蒋经国就到蒋维国 她说你请她 请我妈妈吃饭 那么我女儿的妈妈一同去到外婆 外婆 那个女儿叫我妈妈叫外婆 她两个人一起到蒋维国的家里去 每一次你也会到她家里去吃 吃了她会压宿街 压宿街给我女儿 她问她你好不好 她说我好 你住在哪里 那我住在我大县的家里 我大县也在台外 我大县是冲锅 国民东中家嘛 到台外以后 我女儿就住在大县家里 西口到处可见的江市故居 吸引了海外的大批游客 同时也使蒋定君的千层饼生意 越来越洪厚 今年四月 蒋定君被浙江省老字号产品协会 邀请到台湾参加了老字号民优产品展销会 在那里 蒋定君还见到了一些蒋姓的族亲 而最让蒋定君感到高兴的是 他生产的蒋家龙门千层饼还远消到了美国 台湾嘛 现在蒋家人好多在解放一起啊 跟蒋介着出去 尤其在台湾嘛 现在嘛也有好多人回来到这边来推清 也有停居到美国其他地方 他们也有警商的 还有做其他事的 其中有一个停居在美国嘛 一车回到汽口来尝了我的千人饼 他说哎呀这千人饼好吃 经过考车嘛 上街到夏里嘛 考车了以后嘛 就是停底 我生成这个千人饼 就出回到美国 也是应当是千人饼 皇上年第一次出回到美国 千百年来 布袋和尚的传奇 在这悠悠天地间 诉说着人间的苍茫和美丽 今天 古老的溪口正在散发着勃勃生机 长街上 一户户坟墙带瓦的民居 家家枕水 户户灵溪 沿溪边的花坛和灯柱 又给古镇注入了几分现代化的气息 漂临海外的游子们 想要夜落归根 祖国和家乡的人民 都伸出热情的双手 欢迎他们 近年来西口接待的台湾的同胞 大概从三万到五万 每一年 那么上层人士 西口 你比如说讲蒋笑颜 他是西口人 蒋家的后人 西口卖多的 蒋维国的夫人 蒋维国的儿子 蒋经国的儿子 蒋笑容 全家 最近我还碰到蒋学们的遗伤 蒋方之一 到过西口 国民岛里面 基本最高的 应该算是何不成了 他是原来的副主席行政院长 他回老家来 他特地到他的老长官 老上去 到蒋家 蒋家是家乡的 你看 西口 蒋氏故居封稿房里的豹本堂 是蒋家历来 敬天祭祖之地 2005年4月7日 蒋家第三代后人 蒋笑颜 邪夫人黄美伦 来到这里 举行祭祖仪式 而这个仪式 对他来说 已经等了六十多年 对于西口 蒋笑颜 已经并不陌生 这是他第四次 来到这里 而这次 蒋笑颜 是首次 以蒋氏后人的身份 回乡祭祖 在这里 他还见到了 同是孝子辈的 蒋定君 谢谢我们 把一把被问了 孝子辈 我也是孝子辈 到时候 那个时候 他说 那你叫我婆婆 对不对 我叫你 还你弟弟 对不对 到时候就这样子 大家都比较激动 缺席上了一起 可以可以 姜定君 与蒋笑颜的兄弟情谊 让大家都很感动 现在他们两人 已经有了真正的 手足情谊 每次蒋笑颜 到西口来 蒋定君 都会为他准备 很多的千层饼 带回台湾 我说不好意思 这钱不能需的 我们自家做的千层饼 也是一事一想 报社钱 那他跟我说 我们亲兄弟名去家 这钱还是要需的 2002年 蒋定君的店面扩建 蒋笑颜 专程从台湾 给他寄了一块排便 和两副对联 今天要开张 做地面扩大了 那我在想 地面扩大了 我在做地面 就重新叫谁 写一副字 过来 那我想到了 我们本家兄弟 蒋笑颜 请他能够在白马之中 能帮我写一副字 那我 私自开的心情 给他写信过去 那 没想到 他很爽快 就帮我写了 两家龙门出品 做一副草丝 还有一副 进卡 卡丝 碰到这 就我取在 其中一副嘛 半个世纪过去了 当年历史上的风云人物 如今相继离开了人世 今天流经西口的 九曲扇溪 依然是 微移清澈 而穿越千年的 雪豆丝的终生 也还是一如既往的 演绎着 昔日的苍茫和永恒 凤化西口 以其独特的 容人文 自然 佛教 与一体的景观 成为了特色鲜明的旅游名阵 那么也许 它存在的意义 不仅仅局限在 某一个阶段的历史 和几个具体人物的身上 而更在于 它体现了 中华民族悠久的 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 无论历经多少沧桑 无论是否落定尘埃 我们民族的伟大母亲 总是那样的慈祥和宽容 他告诉我们 杜尽杰波 兄弟在 相逢一笑 敏恩仇 同时 他还告诉我们 树高千丈 夜落归根 好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天涯共词时节目 下周我们再会